大家好,今次開箱是 SHF 黑炮 King of Aganda 的版本 亦都會同上次推出的 SHF 黑炮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記得看到最後啦 按右上角或下面的連結查看更多 SHF Marvel 的開箱影片 立即訂閱玩樂聯盟的頻道,支持本地創作啦! 先看外盒,同上一款 SHF 黑炮是一樣採用無限之戰的設計 外盒不大,以黑色為主,證明有黑炮的美術圖 奇怪的是印象中黑炮戰衣充能之後是紫色 但實物竟然是偏藍 第一眼見到真是整個黑人問號 後面同樣有一些勸敗圖,背後是一個黑炮的圖案 配件一眼看完,只有一個替換頭和三隊替換手,十分有誠意 靠近看一看,手型分別為無指甲的爪 有指甲的爪,和張開雙手 這隻黑炮是 SHF 以無限之戰的名義推出的第二隻 第一隻推出的時候已經是 2018 年 9 月 而這次黑炮 2.0 的主要分別就是附送真人頭雕 和戰衣充能的狀態 然後推出的這個版本官方稱為 King of Agandar 黑炮無限之戰中有著亮眼的表現 但這次 SHF 又是怎樣呢? 立即拿上手看看吧 在不同照片的比較之下 依賴記憶來看,這個頭條是有一定的相似度 但有說不出的怪 然後和照片比較一下 出奇地五官的比例和龍角其實都有八九成相似 但剩下的眉毛、髮型問題就令到不太像 頭的鬍鬚和頭髮都做得十分好看 而額頭的美人章也有還原到 後面的頭髮質感看得好像一個西藍花 另一個問題就是黑炮頸實在太短 肌肉型的體格,但都未至於沒有了頸 然後是用色的問題 稍早之前都提及過 明明電影和美術圖的設定是紫色 但為何速度來這顏色變成了藍色 相差真的非常之大 用的顏色抱著很大的疑問 我們看看變身用的頸鏈 其實圖裝都不錯,非常細緻,沒有出界 戰衣的紋理也有一個質感速度來 黑紋之中填了藍色 我們可以見到有些位的顏色是刻意噴出來的 而且是非常之隨意 我猜它想表達能量處理戰衣時的樣子 但效果速度來真的強差人意 而且這種噴法隨機性太強了 兩邊亦都不一樣 初次見到的時候還以為塗裝有問題中了獎 其次就是SHF其中一項 讓我常常為人救病的胸部和腰部的比例問題 我們在充滿肌肉的胸部之下 可以見到比例不相稱的腰部 其實都很難可以幫它辯護 後面喘息了虎背,但沒有紅腰 肌肉的造型其實是不錯的 手腕和手掌的塗裝 這些銀色的位置非常精細 大腿的肌肉線條也很好看,相當紮實 腳部紋尾十分一致,看起來很舒服 小腿和腳掌的銀色塗裝也十分細緻 遺憾的是腳底沒有任何細緻,非常可惜 換頭只需要把整個頭抹起就可以了 由於當初素體的設計可能沒有遇到真銀頭雕的出件 所以配上黑豹的頭雕其實是比真銀頭雕好看的 而黑豹的頭雕在第一版已經非常漂亮 滿滿的細節還有銀色的細微位 這些顏色甚至紋味之中 這個異色的頭雕其實都是相當高質素 但如果不喜歡真銀頭雕的話,就用這個頭 可動度方面,頭部上台和下方的幅度都是普普通通 可以左右轉動 頂部位置要小心玩,因為有機會出現適宜或磨膠 手臂可以90度橫抬 手肘雙關節受到肌肉干涉 手掌沙巴十度轉動,還有蝴蝶式的關節 胸部和腰部前仰後仰的幅度都是一般 可以略微左右轉動 腳部前踢的幅度不錯,膝蓋相關節屈曲 後踢雖然有剛攝,但也有不錯的角度 最後腳掌是可以上屈的 和第一版的SHF黑豹來做一個比較 無論是身高、造型、細節 都是和最新的黑豹如出一切 根本就是Bandai拿回之前的舊帽重塗 再搭一個真銀頭雕重新買多一次 乘衣差不多是零 我們回到後面看看 都不需要找不同,因為完全相同 只不過是在原本的戰衣坑位加藍色 所以這次新出的黑豹不可以叫做2.0 最多都叫做1.5 由於素體完全一樣 所以在黑豹第一版裝上真銀頭雕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為了真銀頭雕而買的話 大家自己三思 始終是黑色的戰衣配上真銀頭雕最順眼 總體而言 這次SHF黑豹King of Aganda的版本真的沒什麼誠意 除了原用素體 連顏色都可以出錯 為都是為真銀頭雕 但如果你還想買一隻可動的黑豹 可以讓這隻價格回落一點 或者在網上找回第一版的SHF黑豹 又或者買隔離Mavis版 和性格比最高的Marvel Legends版 當然想收傳SHF系列就另計了 在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還要記得訂閱玩樂聯盟的頻道 支持本地創作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